咱们开了 马比苏相当整齐 除了雷震子 卖了两三个毛衣 还有黑风神也是 没什么前述的 就坐在后面了 在前面墙顶放了 是这个蓝色彩的信心十足 另外黄金总督不放过了 很快越过他了 外侧有热情如火 中间位置的白色彩的银河酒吧 后面呢 看到财新六一 中间位置人手掌 大外蓝色 马达林 走得不错 后面一点 羊皮马 包括雷震子 还有黑风神 不过距离前领马不远 只有大概五到六个马位左右 进入大概八百五十公尺 黄金总督一二在前领 银河酒吧贴上来了 后面一点 是蓝色彩的比信心十足 热情如火扎 外侧财新六一 就守在内蓝 跟着大概两三个马位之后 是人人手掌 马达林一点不规矩 守在后面 而后面黄色彩的雷震子 电尾的黑风神 已经开始下边了 距离前领马大概六到七个马位 就四百公尺了 这黄金总督还没有推啊 现在在前面领放 两个马位 现在的财新六一 只有银河酒吧 有一点点的前数 跟他斗在一起了 在一个马位之后 现在黄金总督打边之下 反应不是什么非常快 反而是银河酒吧 推推有反应 银河酒吧越过了 是黄金总督 另外马达林的财新六一 银河酒吧爆冷多标 第二名财新六一 第三名呢 可能是四号的 辛辛十足 然后才是黄金总督啊 跟着马达林啊 另外人人手掌啊 后面是黑风神 另外雷震子 最后是热情如火 银河酒吧过了轰啊 越跑越起劲 越斗到 难奔难解啊 最后都得火红啊 另外财新六一 所在内侧 走势更好啊 黄金总督 啊 是不是人啊 今天呢 大人们都是这么惨 第四 第三都没有啊 脚都没有 嗯 看他领得好好的 领得满满的 老实说啊 刚才早断的时候 问题是他为什么要领呢 哦 我不是说我事后才讲了 我之前也没有想到 他会自己去领 这屏幕